二女婿见状赶紧说 两个弟弟的钱她都出了 成福听了这话 闷不作声地用盘子端了把钱拐钱 放到桌上 儿女们都不出声了 这时候门外来了个老太太 说是找大女婿 原来这个老太太是来给自己姑娘讨说法的 因为她姑娘被成家的大女婿给糟蹋了 前两天刚做的流产 其实大女儿知道大女婿外面有人 但以为两个人已经断了关系 没想到最后还是做了对不起家庭的事 她哭着进了屋 成母忙过去哄 三儿子听了这事 与大女婿打了起来 小凤也参与其中 这时大家都出来了 大女婿狡骗说 是因为大女儿一直流产 大女儿哭着说 她才不是什么习惯性流产 而是每次怀孕了 这个大女婿因为不想好好过日子 打算找个漂亮的女人再结婚 担心有孩子之后是个雷拽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